文貴博議員 文貴博議員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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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非常榮幸 我有這個機會代表我們沈大使 來跟王院長 跟各位立法委員 一起 來跟我們記者 來舉辦這樣的一個 王院長一行 仿製的 跟媒體的 啃餐 啃餐餐會 我們知道 院長 各位立法委員們 可以說是非常的忙碌 在這樣的功夫 忙碌的行程當中 能夠特別撥空 來到日本來訪問 尤其深入災期 到東北 到宮城 到以華鐵 然後回到東京來 會務日本的黨政要員 來促進我們對日本的關係 而且考察到日本的核能電 核能發電的政策 提供了我們國內政府 很多資料的參考 我想因為今天時間非常短促 我們十一點半開始到十二點半 十二點半為止 院長一醒 就要搭車 離開這個地方 所以說為了節省時間起見 我想我就不必都說 是不是恭請院長 跟大家說明 跟大家講話 現在我們恭請院長 謝謝院長 我們是一無地法院 那現在一共是十三位五員 一起來組成這個團 那我們這個團 最早的這個時候呢 我們是先到這個女川電廠去參觀 那麼去了解到這個電廠的一個狀況 因為它是這一次福島這個電廠發生疏固 那距離這個場算是最近的一個電廠 但是居然都沒有這個疏固發生 那我們拿去考察去瞭解 那麼基地部怎樣能夠讓核能發電廠 能夠安全的一個運作 還有它也指示四十八座 現在正在停止運轉的這些核能發電的機子 讓他們能夠在經過申請之後 那經過一個嚴格的損合 然後呢也決定 事後讓他們重新來做一個運轉 那這個之外 當然對於未來整個核能安全的這個問題 他們都是要做最嚴格的一個考核等等 我們也有所了解 最後再聽取了 這個有關日本核能 這個能源政策的問題 那其中就有關他們核能 這個能源來源的分配 像日本大概在生能源他們高達百分之十一 而台灣大概只有百分之五 那他們核能發電大概現在是佔了百分之二十六的十七發電量 台灣大概是十七 這是他們的數據 那當然我們所得到的數據日本是百分之三十的核能發電 那這個台灣是百分之十八 不過現在因為有四十八座的核能發電基礎沒有運轉 所以現在只剩下兩座在運轉 所以現在核能發電是佔他們總發電量的百分之二而已 那麼因此影響到整個電價的一個挑戰 還有他們因為在取代能源上大部分都是經過使用這個天然氣 那因為他們使用過多的煤炭呢 那現在又恐怕發生造成更多的熱量發電的排放 那當然在能源自治上 他提出了這個入本的各種這個做法 我想我們都有了一個參考的一些實質的一個資料 那我們總括起來此行呢 我們可以說應該收後兩兆 那麼也包括我們此次台灣在進行這個核四的一個 這個是否虛艱的問題的處理上 我想我們也能夠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當然未來要怎麼樣來處理國內的一些能源的政策 還有有關核能化電廠的相關問題 我想我們委員 應該多少都有獲得相關的資料 會到國內去 也能夠據此資料 能夠共同來發揮相關的決策的效力 希望我們國家的能源政策 未來能夠非常地誤實 而且能夠對我們的各種用電 不知造成成本的大增加 或者是能源供應的不穩定等等 我們希望我們的產業 民生用電等等 都能夠獲得充分的供應 我想這是我們大家基本的一個期待 那當然核能怎麼樣來做好安全的運轉 我想我們也能夠根據日本的標準做一個參考 回去支隊核一到核三 或者是未來假設核能市場要有所運轉的話 我們也應該要只能提出很嚴厲的監督 那麼嚴厲的一個控管 那當然進一步我們台灣是不是要學習日文 來成立這個所謂核電的規制委員會 是否要成立 有沒有需要成立 我想委員會都會有所思考 回去呢 大家也可以一起來做一個這個角色 那日本的時候來 其實現在是七月 其實鄉間差只有四個月 那為什麼這麼短的時間 我們再一趟的來日本 其實有它的目的 那其實在國會外交裡面 有很多的國家需要去扮演國會外交的角色 那可是也達成了非常多的任務 再一次的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來乾杯 謝謝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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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我們故宮博物院的文物 要到這裡來展覽 故宮博物院也跟日本 這邊主辦單位就是東京藝術館 日本後面一直期待有四項 希望還能夠開放 那這個四項第一項就是書字 這個蘇文的書 這個蘇明的字 那這個是一個蘇法 那原則上我們這個故宮博物院已經同意讓他來 另外三件呢 到現在為止 到中間是沒有同口 那呢 這個一件就是早春徒 另外一件就是炊玉白菜 另外一件就是這個 做行食 那這三項 其中一個早春徒 可能啊 因為它是實地的 不是紅的 那實地的呢 年代久遠啊 宋朝的 恐怕來展覽會造成損害 所以這些絕對不能出門 這個是我們能夠體會 能夠了解 能夠體諒 另外兩件呢 這個做行食坤 崔玉白菜 那如果呢 我們 這個要到日本來的話 也希望二零一七年的 這個 東京藝術館的文錄要到台灣去展覽 也能夠將幾項國寶籍的文錄送到台灣去 所以這是一個互相交換的條件 在這種條件之下 那麼它願意把這兩件 這個 能夠放涼 那到日本來展覽 那馬上會進行幻文的工作 就是幻文就是彼此承茂的文件 都簽署以後呢 就會成存 那我們也希望這次國公博物園的文物 能夠到日本來展覽以後呢 獲得更多日本的國民 對我們中國文物的了解 跟欣賞的機會 而且有很多方面的突破 比如說這次展覽的文物來源 是來自於國立這個國公博物園 而且這也是五大突破 本來東京藝術館 它不同意用國立兩個字 但是我們仍然不能用國立 國公博物園名稱來展出的 所以相信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突破